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那看来是我把这句懂事的意思理解错了 嗯 所以我们学习知识或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楚 可不能只看表面哦 嗯 是的 哎 对了 秦娃哥哥 那你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些烟花爆竹都是怎么来的呀 哦 这里面可就有一个小传说的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种假年的怪兽 头掌脚尖非常凶猛 年兽常年居住在海底 每到除夕就会爬上岸来到村子里作恶 村民们都非常害怕 于是每年除夕大家都会逃到山里面躲避一年的伤害 这一年的除夕 村民们正忙着收拾东西要躲到山里面去 这时候村口来了一个白发老人 她对一个老婆婆说 只要让我在这里住一晚 我一定能将年兽赶走的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 老婆婆也劝说她上山躲避 白发老人却坚持留下来 大家都劝不住她 只好留下她上山躲避去了 这天夜里年又来了 当她来到白发老人跟前的时候 身皮红发的白发老人 一下子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烟花抱着 通红的火光和巨大的声响 把年吓得浑身颤抖 哆哆嗦嗦地直往后退 这时候白发老人得意地大笑起来 年更加害怕了 一个转身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第二天 当人们回到村里时 发现村子安然无恙 才从白发老人的口中知道 原来烟花抱竹发出的烟火和响声 可以驱赶年 从此以后 每年的除夕 人们都会燃放烟花抱竹 年兽再也没有出现过 哇 没想到抱竹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呀 是啊 而且发展到现在 我们的烟花已经超过14种很多了呢 啊 有这么多吗 可是我感觉平时看到的都差不多呀 看 首先第一种是喷发了的烟花 这种烟花呢 一般都是圆形像方开来的 可以呈现出葡花形状 牡丹花形状 还有其他各种好看的形状呢 嗯 那青蛙哥哥 这种烟花我觉得好像比较常见哦 嗯 是的 来看这种烟花 哇 好多漂亮的小烟火啊 哎 青蛙哥哥 这个也是属于葱花类吗 哦 不是 这种是属于土树类的烟花 这种烟花一般都是在植桶里面发生出来的 而且它会放出很多的小彩花跟小彩球呢 嗯 而且它的声音还特别大 啊 那它的名字很形象哦 嗯 再看看这种 这种是螺旋升空型的烟花 它在凉拌的时候自身是会旋转呢 哇 看起来好像会发光龙卷风啊 嗯 接下来这种烟花 小朋友们肯定有玩过 它们是用装饰纸 包括烟火药 或者是在铁丝 竹杆 木杆 或纸片上 涂上火药形成的烟花 叫做献香类的烟花 哎 青蛙哥哥 这个烟花我玩过 我还玩过那种玩具造型的烟花呢 哦 是这一种 这种烟花会把外壳做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而且凉放的时候 烟花还可以变成有趣的形象跟共作呢 那还有其他类型的烟花吗 有啊 比如有烟雾类的烟花 凉放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烟雾效果 花荡类的烟花 是要用到装用的发色工具 并且它在空中爆开的时候 它会出现各种光色 花形 图案等等 爆竹类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了 由单个爆竹或者是多个爆竹组合而成 哇 没想到烟花还有这么多的分类呢 嗯 而且刚刚我讲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烟花 不过烟花虽然漂亮 但是它涨放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 对我们的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用画画的方式来呈现更漂亮的烟花吧 哎 太好了青蛙哥哥 看了那么多美丽的烟花 我都迫不及待想试试呢 嗯 而且我们今天还需要自己动手 想做一张光画纸 带在上面画出我们的烟花呢 啊 光画纸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吗 嗯 好奇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用到的工具 有油画棒 水粉颜料还有水粉笔 今天我们只需要用到扒开纸的一半来进行作画 所以呢 先把我们的扒开纸对折 然后沿着折出来这条线 用剪刀或者是用小刀去把它拆开 就像这样 接下来在油画棒里面选取我们想要的颜色 然后把整张纸都给涂满 多选择不同的颜色 这样子我们一会儿才能够有更神奇的效果出现 我们可以把背筋纸涂成竖条纹 横条纹 斜条纹 或者是螺旋纹 又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案 不过 涂颜色的时候要记住 要把颜色涂得更均匀 更饱满一些的 有一些空隙的地方可以多涂两遍 就像这样 接下来把水粉颜料直接挤在我们的画纸上面 记得要挤多一点哦 要不然一会儿我们的水粉颜料 就盖不住有发棒画出来的颜色了 并且选取颜色的时候也尽量选深一点的颜色 比如说黑色 深蓝色 深红色等等 因为只有颜色更深才能够跟底下彩色的背景 有个强烈的对比 接着用我们的水粉笔直接把这些水粉颜料涂抹开 让它覆盖整张背景纸 注意 我们的水粉笔必须是干的哦 因为如果水粉里面带水的话 有水分离的原理会让我们的水粉颜料 盖不住有发棒画出来的颜色呢 就像这样 仿佛涂两到三遍 如果有些地方总是涂不上去颜色 那我们可以再挤一点点颜色 在那个地方再多涂两遍 直到把所有的油花棒颜色 全部覆盖住为止 然后我们需要等时到15分钟 等我们的水粉颜料干的差不多了 才能接着下一步的创作 哎 琴拉哥哥 这部画已经晾干了 我们怎么才能让它变出烟花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类似笔盖 或是钥匙这样的一些工具 来刮出我们的烟花 可以有线条形的烟花 由中间一点旋转散开的烟花 还有有点颠组成的烟花 因为我们刚刚油花棒画出来 是一层一层的彩色 所以刮出来的烟花 才可以这么缤纷多彩呢 哎 琴拉哥哥 那你刮出一个流线上升的 五角星烟花吧 可以啊 我先刮一个五角星 五角星的周围 还有一些散开的点点 接着刮出这个烟花 螺旋上升的轨迹线 嗯 现在左边还有一点空 再刮多一个烟花 小朋友们会创造出 什么样的烟花种类呢 会比我的更特别吗 哇 好漂亮啊 这个底色就是我们刚用 油花棒画出的颜色呢 嗯 接下来 还想来上一个有趣的场景呢 嗯 那要不画一个城堡吧 小动物们都聚集在一起看烟花 嗯 挺有想法的 嗯 青蛙哥哥要画的小动物们呢 是站在一个屋顶上的 所以我先画一个长长的屋顶 还有屋檐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的屋顶 我还可以在上面刻出一些网片 接下来就是坐在屋顶上的小动物了 是什么小动物会这么调皮 跑到屋顶上去的呢 哦 原来是一些小花猫 它们每一只都在做着不同的动作 你猜它们正在跟旁边的小伙伴们 说些什么呢 不仅如此 我还可以在远处再画上一些景物 一些不同形状的建筑 我还可以在这里 接着等颜料完全干了之后 记得要把我们的桌面收拾干净哦 这样我们今天的画作就完成了 哇 青蛙哥哥 这一幅画面好丰富啊 而且透出的底色 颜色也很丰富呢 比我现实中看到的烟花更好看 小朋友们 你也想要马上来设计一下自己的烟花了吧 别招集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节课的重点回顾 跟创作挑战吧 大家好 我是越画越帅的画小帅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节课的重点吧 首先用油花棒均匀涂满背景纸 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横着排线 竖着排线 等等都可以 然后用水粉颜料布盖 注意不需要加水 等待晾干 涂第二次水粉颜料 直至晾亮杆 接着用毛衣针或者是笔盖等坚硬的工具刮出烟花的形状和线条 最后添加场景 赶快来创作一张神奇的刮画纸吧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在刮画纸上设计出美丽绚烂的烟花吧 下周继续我们的 花拉拉艺术小金蜜 拜拜